以族群和谐为号召 客委会首创的 原客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 23号的上午是在花莲高宫体育馆 火热开打 希望透过体育的赛事 让更多原住民和客家青年 在客业之余 也能够创造更多跨族群交流的机会 选手们在球场上大展球技 不停抢分 战狂相当激烈 这是台湾篮球史上 第一次以族群和谐为号召 客委会所举办的原客青年 三对三篮球赛 23号上午在华莲高宫火热开打 每队参赛者以客家族群 及原住民青年为主 能跨族群组队 而赛事则是分为U12男女支组 及U16男女支组来进行 总共信到80支队伍到场相互较劲 青少年呢 普遍都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学习上的问题 第二个是交朋友的问题 第三个呢 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两个族群呢 德性少年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那么这次今年 去年12月开始 客委会总共办了八场次 今天是最后的一场次 在花莲跟台东 那这八个场次里面呢 总共有640队的队员 640队参加 那总共有6700多位的原住民 跟客家人民来参加 那这次只是一个开始 开始那希望往后呢 我们也多办这样子 两个族群的一个合作 交流的一个活动 花东这里体育选手很多 我们原住民啊 有这个体力 体育的天分啊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客家委员会 这样主办第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 严格三对三的 篮球赛的对抗赛 这个对我们在 东部地区的小孩 是非常好的 也有意义的 我是在这里呼吁 让我们这里青少年啊 都要多多的参与 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对将来自己的前途 也会有 很好的一个计划跟将来 尤其我们跟 其他族群 在一起打球的时候 我们更深入 对方族群的文化 跟语言啊 我们就会更融合 更会以求会友 在打球的技术上啊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相爱 虽然外头下着大雨 但也不减选手热情 主办活动的客委会 这次主打以求会友 就是希望能透过体育赛事 让更多原住民及 客家七年 在客业之余 也能创造更多 跨族群的交流机会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